歷史 我認識新朋友的部分嗎 好 是我們開始了嗎 對開始了 就是早上的話是我在做提案 然後現在我旁邊這個男生就是我的同事 然後他會做就是成果 那其實就是我們兩個都一起在跟這個專案 然後他是我們會裡面的研究員 好了換你 好 我們有成功只有五分鐘 今天我們來一些成果 但是總之我們今天的成果就是我們有招募到更多的人手 所以就是認識很多新朋友很開心 那其實我是要講這半年的成果 我們這一年來的成果 就是我們是Disfactory的小聚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三晚上都會在我們的辦公室聚會 然後這是一些聚會的照片 我們透過這個系統目前蒐集了全台灣 192個圍章工廠的照片 然後這是一些目前在台灣都還在新增見的圍章工廠 然後同時我們也蒐集到了很多不是圍章工廠的照片 希望我們處理 就是一些音樂沙坊或是瓮鋼機之類的 對 然後我們檢舉之後都持續的在進行檢舉的動作 然後我們都用資本公文出去 然後跟政府在做這些後面的對決 對 然後我們也會去做一些公民的倡議 然後希望政府給出更多資料 所以目前的一些使用數據上面就是我們有192件的回報 然後我們有實際上檢舉出去有90件直到上個月 因為我們這個月因為後台的一些問題 所以沒有辦法這個月即時的檢舉 然後目前真的拆除只有一件 對 然後這是從Google Analytics上面撈出來的資料 就是我們的網頁進去的人數有6500多位 然後停留的時間大概每個就是2分多鐘 然後 我這邊跳了一夜 好沒有 那 現在我們跟G20Me的分工就是我們是負責在推廣這個系統 然後 我們在應用就是收集而來這些資料 然後就是G20Me招募而來的工程師 這個社群們就是幫我們做 釐清我們的需求到底是什麼 然後幫我們開發這個系統 跟維護這個系統的部分 然後回報工廠的照片是就是 群眾在協助我們 然後我們會希望政府公佈更多的資料 可以讓這個回報系統的一些工廠狀態 可以得到更好的呈現 對 對那 這半年這一年的觀察 其實我們都端著在討論很久跟 G20Me的合作到底是 就我們自己的經驗來看 它有什麼樣的局限 或有它什麼樣的可能性 然後我們現在的產品定位是 就是我們是一個工廠用的Google Map 然後大家就是可以在上面 把照片放上來 然後就可以在上面評論它 在上面補充它的資訊 對但是目前 這個這些工 就是後面的工作都還是有 就是要有一個NGO去做處理 就是這些回報的資訊 沒辦法由這些回報者自己 把它變成堅決的公文出去 它還是要透過這個 因為它有捏鳴性的需求 所以 而且它需要一個法人 就是我們要上面蓋章 然後上面要寫地球公民基金會 讓那個堅決公文 會得到一個回復的時候 有一個可以去的地方 所以目前還是需要透過這個NGO介面 但是一旦NGO 如果我們後續一些我們倡議的時程 或節奏 因為要做調整的時候 就有可能讓這個系統 就是 只能是讓大家看到照片這個功能而已 對 所以如果未來要更像的話 其實我們在設想一些未來人們 要可以自行檢舉的一些模式 對 然後 我自己覺得啦 這不是已經討論過的事情 就是NGO跟 巨星社群特別可以發生關係的時刻 第二個就是我們需要群眾的時候 因為不管是 就是 要做運動 其實我們就是需要很多地方的資料 然後我們需要更多人的支持 我們跟政府去要求更多事情的時候 政府才會覺得 你們是選票 我們才會理你們 所以 特別需要Prosourcing的時候 是 我們認為 就是在公民科技圈 特別可以幫到NGO的部分 對 那 跟 跟 就是大家是無常來幫忙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社群 合作的時候 當然就會發生一些脆弱的時候 跟特別有任性的時候 就是 這是一分鐘意思嗎 好 嗯 就像上面寫的 就是壞掉的時候 比如說今天早上 這週我說沒有檢舉 就是因為系統壞掉嘛 所以我們這個 唱片的節奏可能就 我們本來說 每個月 會我們會發一次月報 然後公布我們的檢舉結果 可是 這個月就因為檢舉不出去 所以我們無法跟群眾交代我們的 這個月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 然後壞掉的時候 大家 有些主力工程師可能最近比較忙 就像我們沒辦法幫忙修 可是 可是在今天早上 我們系統壞掉的時候 就是 工程師就可以積極的 把這個東西搶修完 就是 就是中午的時候也會有幫忙修耶 所以這有時候是脆弱性 有時候是個韌性 對 然後 我們 留下 最後其實我一直 一直在 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工程師為什麼願意來幫我們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 我們得到一些 我們透過訪談 得到一些結果就是 因為這個好玩 因為這個有趣 然後就是一種 有功練的地方 對 然後 有些的確就是 一開始覺得好玩 後來就是 這個系統上來了 就是有使用者 開始需要有承諾 就是想要把它弄完 對 那現在我們再繼續尋找更多的動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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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